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跟今天暴涨了三倍左右 所以咱们来观看一下AMC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还是在上升 不过现在已经下跌了一点 所以咱们来关注这两个美国的玩笑股市 那下面咱们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现在电动之后还有比特币呢 刚刚经过了三天暴跌的状态 今天看起来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 所以现在是不是入手了一个好机会呢 而且最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有趣的 我刚刚发现了一个有很大潜力的一个股票吧 所以那后咱们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分析还有讨论 好 首先呢 不好意思啊 被你现在口水呛到了 不好意思大家 首先呢感谢下所有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节目 多谢这个佐佐这位观众还有沙公 多谢这两个观众抢我们的沙发 好 那今天咱们刚开始呢 看看这个GME吧 玩笑股票涨了三倍 咱们首先看看这个股市的今天的一个走向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GAMESTOP那今天总体来说呢 是上升了 到现在为止上升了116美元 大家可以看这是GAMESTOP 那GAMESTOP咱们看一下 开始的时候呢是137块钱 然后最高的时候呢涨到了179块钱 那这个比起昨天的40块钱一股来说 已经是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翻倍了 那现在已经开始往下走 记住昨天就是前几天我们这个节目上呢 一直在讨论就是有时候呢 在讨论AMC还有GAMESTOP 不过我跟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这些玩笑股票MEMESTOP 不要入手 因为他们差不多不按常规出牌 所以在这方面呢 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状态 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在这方面下手 不过咱们还来观看一下吧 为什么这个股票呢 从昨天的一个走向看看 49 48块钱对吧 一下突然间在昨天股市关闭之后 停止交易之后上升 哇你看从50块钱 一下子就突破100到129块钱了 这是after hours停止交易之后的一个走向 然后呢甚至能涨向179块钱的一个高峰 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我个人呢 因为我根本就不对这些股票感那么大的兴趣 所以呢咱们来看一看美国就是比较出名 这些专家呢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分析 那下面呢咱们就先看一看 CNBC今天对于GameStop的一些报道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哦 来观看一下 就是三个小时前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 也就是说GameStop呢开始上涨的时候 是为什么然后最基本的一些分析 所以呢大家请稍等我一下哦 好那咱们就开始进第一个片段的这个翻译 好有些人现在想说的就是 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开始 那平那一般的人呢 就是刚刚开始 进行投资的人 可能不应该大量的入手 而且我们长期的应该拿什么样的一些股票 对 我觉得GameStop 现在是一个 现在这个生长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为什么这个股票生长呢 就是因为昨天新的这个CEO 他把一个冰淇淋的照片放到推特上了 放到社交媒体上了 所以我们看见 有很多人以前在GameStop做了空投交易 那当时 当时呢是因为空投交易 这个股市才涨的是那么高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开始的状态 所以现在我们并没有任何常规的一些辩论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走向 就是我们能不能改变这个公司呢 让以后变得越来越好呢 让以后走向变得越来越好 那我觉得大众的这些投资者 在这方面下手呢 并不是特别糟糕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回到比较基本的一个状态 我们不知道现在到底让这个股市往上走 那Ryan Cohen 他发的这个推呢 是不是真正导致这个股市上升这么高呢 是不是有很多人就看着Ryan Cohen这个人 做什么都借助这个机会开始投资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 不过我也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 我们有现在这一个说法 Robinhood跟其他人做对呢 之前 大家买股票的话是 比较容易 而且你之前做出股市交易的话 你的费用并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你如果想短期之内做很多不同的交易 你可以这样做 不过我一直在说大多数人都不应该这样做 你有什么看法 对 那我觉得我个人呢 是关注一个非常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规矩 就是说你在手机上的APP 差不多看起来都是一样子 它们都有同样的一些费用好处和坏处 如果你要是进入你投资的一个网站上 在你的手机电脑上 你如果打开的话 这个一般手机电脑上呢 看起来都是非常的糟糕 非常困难的来操纵 所以呢 不过呢 你在当时这个平台上 你还可以看见你的威胁 不过Robinhood他们的平台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游戏一模一样 而且呢 你就把这一个股市当做游戏一模一样 来进行投票 来进行投资 那我觉得这些投资者呢 应该来关注一下这个现象 因为很多人是想把股市变成大众的使用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呢 投资变得是非常容易 不过就因为它是容易 不代表你应该是入手 不应该你去加入 所以我是完全相信这一句话 就如果你要是制作一个APP的话 你要把这些东西看起来像一个游戏的话 然后你要把这个跟其他的电话APP来做出对比的话 你其实会让很多人产生些迷惑 而且大家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个APP 对他们的生活大规模来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行动 好 那很多人呢 他们是受到的鼓励来更加快速的做出一些行动 那我们看Fidelity这些传统的投资公司 当你做出一个交易的时候 不会给你什么一些采贷的一些奖励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 你觉得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看见这么多 这些APP平台的领导人 他们一直做出这些行动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而且我们看见这么多人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做出一些讨论 而且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说 关于他公司的股市的一些走向呢 那我们看见了 Elon Musk 他发了一个小推 发了一个推文 而且这个一个推呢 导致了很多不同的起诉 很多不同的一些批评 所以呢 他也是被提醒说 你要关注一下 你到底推了些什么 那我觉得 现在我们应该是 有更多的一些限制 我们刚刚看见 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听证会 所以更重要的是 以后可能这些领导人 在发任何推特化 社交媒体上有行动的时候呢 应该明确的跟大家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跟他们的股市有关 好 这个就是第一个 我们翻译的一个片段 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人 他稍微解释了一下 他觉得为什么GameStop上升了这么厉害 那他给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美国现在社交媒体平台 所传的一个原因 就一个传闻 就是说因为昨天下午呢 Ryan Cohen现在GME GameStop新领导 他在推特上发了一个照片 什么照片呢 是一个冰淇淋的照片 发了一个冰淇淋的照片 咱们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冰淇淋的照片 让大家看一下 Ryan Cohen 看看他发了什么样的一个推 看看 看 推特 Ice Cream tweet 看看 这个冰淇淋是什么 这个能让一个股 长了数倍的一个冰淇淋 看下啥样 肯定很好吃的冰淇淋 对不对 看Ryan Cohen 这个是他的 这咋的还有广告呢 真 真不仗义 好 咱们看看 我把这个放小 缩小一点 让大家看看 这个冰淇淋 Ryan Cohen GameStop 大领导把这个照片发过来之后 导致GameStop股市从40块钱涨到170块钱 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这个奶油冰淇淋 这个Vanilla Ice Cream 香草冰淇淋 我比较喜欢吃香草 就是我更 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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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太喜欢巧克力啊 不过你看这一个冰淇淋 就能导致这个股市上 膨胀的那么那么快 所以说呢 GameStop完全就是一个玩笑股市 没有其他任何原因 让大家说GameStop 以后肯定是亿万的复工会 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股市啊 没有其他这方面就是实货的信息 不过因为这个 Meme这个玩笑一个冰淇淋 哇让很多人 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 不过还是记住啊 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呢 只有几个买这个股市啊 赚很多的钱 只有几个 大家看见社交媒体啊 肯定有很多人在po 他们说赚了好多 不过你要把总体的人拿过来 看多少人在GameStop赚钱 多少人在GameStop输钱了 我看保证给大家 输钱的人远远多过挣钱的人 而且呢 总体输去的资金肯定是超过了 总体赚钱的这个资金 所以呢 GameStop还是要小心一点吧 咱们看看呢 其他有没有其他就是另外 另外就是关于GameStop的一些新闻 来我把这个放放再放大一点啊 这现场操作啊 我这是没有一个导播的一个主持啊 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哎 多谢大家的耐心 好 好那咱们看看吧 GameStop GameStop Lease blablabla no that's not good 其他关于GameStop 好 然后我们看看 下面这个新闻呢 就是一个人说啊 没有任何关系看 没有任何原因看见GameStop 在上升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啊 所以呢咱们看看这位专家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 哎 请稍等我把这个给弄出来 好 那咱们继续翻译 西部多谢你来到现场 西部多谢你来到现场 我想来看一看我们最近两天GameStop所上升的一个状态 它的一个走向 我觉得你要看这些股票的话 看起来真的就是比较恶心 你要看见 我们的股市呢 今天已经上升了50% 那在这两天之内呢 这个股市也是上升了 不过你看见这么上上下的一个状态 所以什么导致这个发生呢 因为什么具体的事在导致这个现象 具体的东西 没有 不过我觉得我们再次看见的就是 就是Options这个交易 对于股市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我觉得 什么导致这个东西发生呢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股市开始上升 然后我们超过了50块钱一股 然后很多人就是开始进行猜测 不过之后 我看见几个大规模的Option交易 那这个Option交易真的是导致更多的猜测导致 而且这一线是发生之后呢 所以我们的股市开始上升 而且你追不上了 你根本就有办法追不上了 因为在股市停止交易之后 很多人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些交易 而且我们看见在股市停止交易之后呢 我们才有大规模的浮动 那所以你所说的就是 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循环当中被牵住了 牵扯 被牵扯住了 对 那所以我看见的就是 昨天在2点58 昨天2点58 就开始进行一些行动了 所以呢 昨天2点58这个股市呢 已经涨到了53块钱 所以是突破了50块钱 有些人 有些人他们是买了750多个 750个options trading 这个是明天 就是今天会过期的 那这些行动呢 是导致整个股市上升 然后在几分钟之后 我们看见 这个股就涨了60%左右 涨到60块钱 然后60块钱之后稍微下降 然后在3.27到3.27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人买了更多的这个options trading 然后他们买的这些trading 他们买的这些那个options的股呢 是其实很大的一个交易 所以任何人看见这些options交易进行之后呢 大家都会感觉非常兴奋 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 在股市停止交易20分钟之前 他们需要做出一些大规模的行动 而且这个导致了现在的状态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现在有很多老百姓交易的人 我知道有些人管他叫猜测的交易者 那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想象呢 为什么把这个股市变得这么高 那昨天我们看见就是非常小的一个行动 就像我所说的 那总体交易数量是非常大规模的 在正常的股票交易 在options这个交易 都是一模一样 不过如果把足够的小规模交易建立的话 那这个会产生非常大规模的一些影响 那我们看见就很多人感觉非常兴奋 而且GameStop这些股市呢 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兴奋 那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对你来说 你是这么样的一个专家 然后你所看见就是 这个是比较常规的一个状态 有些人买了一些options 然后有很多投资者他们也买了这些股票 而且呢 很多其他人也有相似的一个想法 不过对于很多其他专家来说 这个可能是有些可疑之处 那我觉得你觉得有没有现在的可疑之处呢 那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突然间的走向 这么暴力性的走向 而且现在我们看见options这方面的走向呢 是非常可疑的 那我在股市干了20年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要卖一个股票 你买另外一个股票 不过我从来都没有看见 这么大规模调动大众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对于老百姓投资者 那个人还有各个机构呢 也是在这方面进行行动 不要有任何疑问的 有很多大规模企业 也是在进行这方面的交易 不过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见 这么多人被调动 而且options的交易呢 差不多变成一个武器 因为大众都知道了 如果你买足够options的话 你会让这个股市上升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玩 因为options就跟打赌差不多一模一样 我不希望把它想成这样子 不过这是我们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跟正常的状态是不一样 因为你在一个橄榄球比赛打赌的时候 你不会影响最后的一个结果 不在这个情况下 你打赌的话 你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好哇 所以我们刚刚听见另外一个 比较惊弄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有很多人在进行options trading 所以options trading 我稍微来看一看 翻译成中文 怎么样说 options trading 中文 不是这个中了哥们 中文 好 options trading options trading 什么意思呢 来咱们看一看 options trading 就是选购买全买卖 选购买全买卖 选购买全买卖 意思就是说呢 你买一些options 然后你就是低价买一个股票 而且呢这个股票以后涨 你赚的是很多 赚的比正常买股是更多 不过你要是股票低的话 那你可能所有的钱就没了 所以你是把少数的资金放进去 你可能赢很多 你可能全输了 所以这个是options trading 比正常买股票的风险更高 所以收获是更高 我个人没有进行太多的options trading 因为我们还没有太多的了解 不过我们看见现在的一个大消息 就是说 如果足够的人买options trading的话 这个真的会导致一个股市上升 GME GameStop 这么一个没有前途的公司 股市一下一天涨三倍 真是太太夸张了 所以昨天晚上3点40多买入 这个options这些人呢 今天有很多就成为百万富翁了 不过有更多的人会今天看见 GameStop涨到这块 他们会买入这个股票之后呢 会跌更多钱 因为GameStop呢 其实真正的价值并不是那么高 所以下面咱们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新闻媒体报道吧 就是说一个专家 一个股市专家 他们估算GameStop 真正的一个价值 咱们看看呢 现在涨到170块钱 不过实际上GMC GME呢 到底是价值多少 好 看看下面这是一个股市专家 股市调查专家所述的计划 咱们进行下面这个翻译 看看GameStop 真正价值 那Anthony是comeback这个人 那他 我知道Anthony 他是 因为现在股市上市下降 而停止股市分析了 所以想问一下 你觉得现在 我们昨天还有今天 所看见股市大浮动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那我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第一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贷款走向 那 我觉得 GameStop 涨成400 400多块钱 我觉得是 历史上最傻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是第二 最傻的一个状态 那么看见 CEO 在这一个季度 结束之前 被炒掉了 这个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是个坏消息 所以呢 我现在真的是 不可思议 我真的是不敢 不敢相信现在的一个状态 就像我几周之前一模一样 那你最近 说GameStop真正价值是10块钱 那现在GameStop 差不多是150块钱 所以你觉得现在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什么样的状态 那我当时 预算GameStop是10块钱 我当时其实是非常大度的 给出这个估算 那所以我们看见 GameStop 报道 如果我提前知道 在这个记录结束之前 GameStop的CEO被炒掉 那我可能把他们价值更降低一点 所以呢 现在我们所发生的就是 在某一个时间阶段 现在的股市价值 应该会符合真正GameStop的一个价值 那你可以 你可以叫我是一个老爷 没问题 老年人 没问题 不过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不过这个是不是 我们现在的一个真实状态呢 如果 如果你看见有些人在华尔街上 华尔街打赌这个Reddit 这个平台上 他们会说一个股市 而且他们总体来说 可以调动 一个股市的价值 所以现在呢 这些投资股市的人 或者是 这些股市专家呢 是不是应该考虑 这个平台上的信息呢 那我其实 我其实不想这样说 不过你看 我们的股 我们的股票呢 我们的股市 可能浮动 上上下下 非常大度的 不过 我更关注的是 很多人可能 因为这个现象 而感觉到 而受到很大的打击 不过呢 在某一个时间阶段 这股市 会靠近它真正的一个价值 就是有很多人 他们说的是 哎呦 原来这个人 他赚了多少钱 不过呢 你看看这么多人 他们在300块钱 买GME 买200块钱 买GME 没有太多人听这些故事 所以呢 现在的问题不是 这个股市会不会下降 现在我们的问题 就是说 什么时候这个股市会下降 这个股市呢 最多最多 只是价值10块钱 好那我 之前问了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现在这个状态 是非常糟糕的 非常可疑的 最后想问的就是 你现在你就会觉得 有没有任何非法的事 正在正在进行 还是现在 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大众团结起来 做出一些行动 而导致空投交易 垮掉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 就是一些人 特别喜欢GameStop 而且他们买这个股市 我不觉得任何非法的事 正在发生 我觉得唯一犯法的 就是有些人 短时间买这个股票 而且短时间卖掉 就是说有些人 可能去这个GameStop 他们的领导人 就是说这个股市 怎么那么好 买了很多股市之后 然后再快速卖掉 所以我觉得在法律这方面 应该是没有任何犯法的 不过我想说的就是 很多投资者 他们都会受伤 那我并没有担心 Maybelline还有其他这些 大规模的企业 这他们有很多资金 不过呢 如果任何人 要是花了10万美元 买了这个股票 而且想打赌 那这个人 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看见啊 这个专家 他的这个估算 真的让我们 哇觉得特别惊讶的 他预算这个GME真正价值 是10块钱 一股10块钱 现在GME呢 我们看看 现在的左下是怎么样啊 呃 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 所以呢 一般一个CEO 从一个公司 这个退出的话 那他们的股市会下降 不过这个CEO下降之后呢 我们看见这个股市暴涨 涨到好几倍 特别夸张 从前所未见的一个涨项 所以呢 我是比较相信这位分析专家 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是我觉得非常正确的 就是 我们看见有些人 有几个人 因为Options Trading 就是 买入了这个GameStop 然后赚了好多好多钱 上百万美元 不过会有更多人 在等到GameStop上涨到 我们看见啊 这个是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九块九毛八 一百八十块钱 多少人在一百八十块钱 买到了GameStop 对不对啊 而且你要买Options的话 你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给输掉了 所以一百七十多块钱 你如果今天买了这个GameStop的话 那你现在已经是下降了 看下多少啊 下降了一百一十六 每一股呢 你就会失去了七十块钱的美元了 所以我觉得大多数大众人呢 都不会在市场之前做出些行动 大多数人的预测 没有是那么样的出色 所以我觉得GameStop AMC玩笑股不要去碰 说到AMC呢 咱们稍微来看看AMC吧 那AMC昨天呢 是随着GameStop上涨的 那AMC没有什么全新的信息出来 AMC的领导 没有在Twitter上 发一个冰淇淋的一个照片 所以呢咱们 咱们不要问这个问题了 那为什么AMC也上涨呢 虽然没有大大的消息出来 因为AMC跟GameStop 现在是手连手的 所以如果GameStop上涨的话 AMC会上涨 AMC上涨的话 GameStop也会稍微往上走一走 因为它们相连的一个股 所以我们看见啊 昨天 昨天的一个状态呢 就是在股市停止交易之前 是七块左右 而且我们看见 这一周的刚开始呢 是五块左右 五块涨到七块 那昨天停止交易之后呢 随着GameStop 这个从七块六 变成了十块钱 所以上升了 差不多应该是百分之四十左右吧 是非常高的一个浮动 一瞬间赚了那么多 不过你看看 现在跌到了七块九毛鸡 跟昨天股市停止交易的时候 差不多 不分上下 差不多是一样的一个数据 所以AMC呢 是跟GameStop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看见 AMC已经跌到这个地步了 所以呢 我觉得GameStop 也是即将会到这个地步 现在为什么AMC 还没有跌到 就是昨天的四十多块钱的价值呢 就是因为AMC 我是个人毫无疑问 这个股市呢会下跌 那我其实个人觉得 GameStop 我做过自己的一些调查 我觉得GameStop真正的价值 应该是在三十块钱左右 可能最高最高四十块钱 刚才听这位说十块钱 哇真的是吓我一跳啊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股市 不管怎么样 它的价值根本不是一百七 根本不是一百一 所以在线的观众朋友们呢 大家还是不要买这股票吧 看看有没有任何观众呢 就是买了这股票啊 看看 然后看看 哦 然后这个 我们看见这个尾鹏这个朋友 是昨天我刚说了 想四月份买GE 这个January Electric 买入UBXY 然后今天GE跌了3% 然后UBXY暴涨25% 比较厉害对不对 所以呢股市今天是非常上上下下的 而且GameStop 这些股市上上下下会导致整个股市的一个浮动 如果GameStop从116跌回到50块钱的话 我觉得不至于跌到50 我觉得会跌到40左右 因为太多人呢 会在因为今天的浮动而失去 而丢钱而失去这么的资金 这个挣的快呢 跌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很多人因为今天呢 快结束之前 今天在 我今天已经那个股市交易结束了 你看股市交易结束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样的状态对吧 一下子从这个148块钱 这是三点 然后跌到119块钱 哇 瞬间美股跌了 跌了是30块钱的状态 在最后这一个小时跌了这么多 其实这个比我预测当中呢 比我想象当中跌的还是没有那么狠 我相信明天开始的话 应该还是更厉害的跌 所以我们上次看见GameStop上涨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就是看见涨到400 跌到200的时候在200买了 就握着不放手 然后一下跌到了40块钱 然后输了输了好多钱 输了60% 对吧 我有位学朋友真的这样做了 然后我是觉得 哎呀哥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你自己呢 对不对啊 然后所以呢 现在涨到100多块钱 所以我觉得明天应该会更大规模的一个 一个浮动 更大规模往下走的一个浮动吧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哎走走说 说X看财经 我才知道发生玩笑股是什么事 哎 多谢这位观众的支持啊 我也是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消息了 好玩笑股说到现在 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多可以关注的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玩笑股不要买进去 你没有办法来预测 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玩笑股出现 我觉得还是等几年嘛 可能三年之后可能五年之后对吧 我可能看一看玩笑股 因为会有更多的信息 不过现在一点信息都没有 一个月之前 一个多月之前呢 我们才看见这个玩笑股第一次发生 第一次诞生 所以现在玩太风险了 我自己不会买 好那不过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股市走向吧 那玩笑股说完咱们说一说比特币 比特币呢 我为什么现在要说了 就是我之前是不想买比特币 不过我今天呢 哎是入手了一点点 没有买比特币 我买的是投资比特币的一个公司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呢 我最近在调查 买比特币的人到底是谁 我个人不是太懂 不过呢我相信大规模投资公司 他们肯定会做出更深入的调查 我相信的是他们的调查 而不是我自己的调查 好那首先呢 咱们看一看啊 一个一个我今天买的 就是跟大家看一下 没有说大家要买这个股票啊 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买的这个股票 那这个股票我们也之前也 跟大家讨论过 就是MARA Marathon Parent Group 他们是投资比特币的 那今天大家看见是下跌了差不多 2块7毛8也就是8%左右 那我当时看见它跌到了29块左右的时候 我是入手了 已经开始往上走一点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咱们看看一周的走向 那一周之前 当这个比特币一下暴涨到5万7一个币的时候呢 它涨到了差不多这个地步 然后之后呢就开始下降 然后在前几天的股市大垮的时候呢 一下从37块跌到了26块左右 然后之后呢有一些浮动 那昨天涨了应该是20%左右 今天又下跌了一点点 那这种哇这种浮动 哇真的是比较厉害对不对 而且看看一个月的走向是怎么样 是差不多大涨然后大跌 然后后来又涨了一点点 所以呢没有太多人懂 因为比特币它不是一个公司 比特币是一个金钱 一个价值浮动超级大度的金钱 所以呢我再看看 到底谁在买 到底谁在买这些股票 那跟大家说一下 Square Cash 相信如果你在美国生存的话 你听过Square Cash 他们有很多就是 让普通人的进行钱交易 就是说你不用掏钱给你的哥们 如果你签了钱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Square的一个APP 把钱直接送到他的口袋里 没有交易费什么都没有 是更加容易交易的一个东西 而且他们有很多其他购买的机构 那很多人呢可以通过Square买比特币 而且呢Square他们看见 在过去这一年2021年的时候呢 已经有100万个用户买比特币了 所以呢这个Volume是在那里 交易的幅度是在那里 多大规模到底是存在的 太多人现在在买比特币了 一周之前特斯拉买了大规模的比特币 15亿比特币 特斯拉买了15亿比特币 这是特斯拉大家 一个6千 应该是6千亿吧 6500多亿的一个公司 一个价值的一个公司买了15亿比特币 之后呢赚得跟猪头一样 一下子从3万级涨到了快5万7 快6万左右了 而且特斯拉之后呢 买完之后这个价钱是下降了 因为前几天有股市下跌嘛 不过之后呢前天 前天不好意思啊 前天Square这个公司 我刚刚说过这个公司呢 买了1.7亿比特币 因为他们看见 使用Square买比特币的用户 是这么多人 100万多个人在短时间内买比特币 所以他们自己在前天 pull the trigger 就是说我要买1.7亿比特币 非常非常大规模 大度的一个入手 那Square Cash 拥有很多投资者的一些信息 很多买比特币人的信息 他们是可以第一看见多少人 在买比特币 所以呢他们就是入手了 入手的是非常多 哇1.7亿啊 我这辈子能挣他的1% 我就是可以死得比较明目了啊 所以是非常厉害 而且呢另外一个投资公司 大家相信已经听说过了 ARK ARK ARK这公司呢 它其实在Square里 有很大的一个 一个把柄 有很大的一部分呢 他们买了这个Square Cash 这个公司的一部分 那这些人呢 ARK也是看见 比特币下降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慌张 看见从5万7跌到了 4万几块 跌到3万的时候呢 他们并没有感觉慌张 因为他们的调查 告诉他们在原 在足够的远期呢 比特币肯定会往上涨的 特斯拉相信 长期比特币是未来 Square Cash相信 比特币是以后的未来 然后这个ARK这么厉害 最近这一年 赚得跟猪头一样的 这个投资公司呢 现在最最出名的投资企业 他们都觉得 这个比特币呢 是有很高的一个未来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我个人相信 这么多大咖进去了 而且进入手是这么狠 光凭他们入手 就会调动更多的这个大众 投资者呢 掩埋比特币 所以以后比特币的走向 应该是非常好的 而且大家如果做更深入调查的话 就会发现呢 比特币以金钱相比 是更加容易做出交易的 在网上可以用比特币做交易 而且呢以后看这个金钱 有这么多限制 很多人就是说 哇那以后是不是全球都会用比特币交易呢 这样就不会有任何 哎呀我要去中国 要把美元变成那个人民币啊 或者其他这方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呢我觉得 就像电动车一样 比特币是以后的未来 所以我个人这是为什么 今天入手了 MARA 他们是投资比特币的 因为我个人 哈哈哈哈 赚钱不是太多 所以呢我买不了一个 我一个比特币 哎我买我还能够的 卖一个 卖一个这个干 卖一个肾 卖一个肾 我才能买一个比特币啊 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贵 不过我们这些小 这个small timer 只能买投资比特币的一些人了 所以我们看 我买完之后呢已经上升了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握住很久的一个股市 那我其实个人做出很多不同的调查 而且很多专家呢他们都说 MARA这个group 可能很有可能以后涨到60块钱左右 那我个人的期望不是6块钱 不过我觉得40块钱 50块钱是轻而易举 可以达到的一个状态吧 不过大家在投资比特币之前 做出自己的调查 记住啊 你除非自己做好调查之后 不要去买任何人推荐的一个股市 就算Elon Marks敲你的门 说你买这个股 对吧什么都不查 买这个股 你都需要查一查 我觉得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不管我多么相信他 告诉我投几个股的话 我看都不看 我调查都不看 买进去之后 跌了我会感觉非常非常失望 非常的冤枉 就是不应该那么样 相信任何一个人 相信自己 这样的话你如果做好调查 而且股市跌了 你知道是怎么丢的这些钱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做出自己的调查 我没有说推荐大家 来MARA制作 跟大家说我买了 这个节目毕竟是娱乐 娱乐这个精神而做的一个节目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成 这个financial advice 金融向的一些建议 好 那说完这个比特币了 咱们下面讨论一下另外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 Electric Vehicle 电动车到底应该入手了呢 那最近这几天我们看见 特斯拉还有这个Lucid Motors CCIV 他们下降的是非常狠 跌的是超级超级狠 那很多人就问 什么时候跌到底呢 什么时候跌到底 那特斯拉已经开始恢复了 不过另外一个 也就是我一直在关注 关注好几个月 赚了一些钱的这个公司 叫Lucid Motors CCIV 他们合并之后 所以咱们看看今天CCIV的一个走向吧 是什么样子 今天在市场停止交易之后呢 到27块8毛 然后今天呢 涨的最高是30块8 所以总体是下降了一点点 然后不过我们看见 开始的时候是28块 然后下降了2.6% 不过呢 大家看看这几天的一个走向 这几天的一个走向 就是从60块钱呢 跌到了27块钱 那通过我自己的调查 我觉得这个股市呢 还有通过很多其他专家的调查 这个股市真正的价值 应该是在35到40块钱左右啊 36到37块钱的一个价值 所以呢 大家看见这几天跌的是非常狠 从57块钱跌到了33块钱之后 就开始往上涨 然后就一直下跌 然后前几天跌的是非常厉害 跌的是50% 40% 30% 20% 这样跌 所以下降的这个弧度已经逐渐减少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入手的好机会呢 是不是这个公司即将会恢复到它真正的价值呢 听见我们刚才这个GameStop的这一个分析专家说 GameStop真正价值是10块 而且他说另外一句话 就是说一个股市的价值总有一天会跟它真正公司的价值 就是吻合的 合并为一的 或者更加靠近的 那所以 所以CCIV这个公司呢 这个公司呢 他们支持的这个Lucid Motors 现在咱们看看 在美国所有 除了特斯拉之外 所有其他的电动车公司里 他们走的是最厉害 走的是最快的 已经卖了很多车 就是没生产出来的 他们不过已经提前订阅 而卖了很多车 他们的工厂已经设置好了 现在正在正在设置这些车 而且呢 他们的这个领导委员会上有有数 有好像五个到十个特斯拉的高级 就是高级这个委员会人员被从特斯拉抢过来了 而且从苹果抢过来的几个非常大规模的 从福特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制造车公司呢 带过来的 而且呢这些人不仅是有经验 他们还有关系 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那特斯拉的走向现在就是 以前的走向就是现在Lucid Motors想要抄的一个走向 Lucid Motors首先要把他们的这个Luxury Vehicle 就是比较高档次的车给弄出来 高档次车咱们老百姓买不了对吧 比较贵 不过特斯拉当时也是把这个Model S 一个Luxury Vehicle给卖出来了 然后呢他们的价钱是上升 而且呢我们看见特斯拉把一个老百姓可以买的 Model 3 三万五块钱一辆车的这个Luxury Vehicle 送出来之后呢 他们的股市爆涨爆涨了好多 所以呢Lucid Motors现在的状态就是说 他们即将要把这个高档次高端的 这个Vehicle呢先卖出来 卖出来之后呢他们才开始考虑 能不能卖一个更加便宜的一个车 所以从现在到Lucid Motors 把DEV车给卖出去给卖走 让大家在大街上开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股市应该会上涨 而且从这个阶段呢从涨完之后到他们买一个老百姓可以买的电动车送出来的时候 他们也会再涨一次 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今天是在这个CCIB入手了 我是在28块钱买入了CCIB 我个人来说呢 我买完这个股票我肯定会过很长时间的 因为我个人是完全相信通过自己的调查 我完全相信电动车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要部分 原油这个现在烧原油的车呢是没有办法永久维持的 那油已经从这个在加州呢 油在一个月之前吧一个一个两个月之前 两块八毛几你就可以就是一个gallon of oil 油钱是两块八毛几 现在我在最最便宜的地方买油是三块三毛几 从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呢 这油钱就涨了这么多 对吧 所以开油开这个汽油的车呢是费用非常的高 然后开电动车的话 你每次充电的这个费用是低出来的好多好多 所以呢这是一部分 第二呢原油是一个有限制的对吧 然后第三就是现在政府呢 他们更关注的是什么 更关注的是电动车 拜登他刚刚说过 他宣布了就职的时候就宣布了 我要把政府所有用的公车变成电动车 哇 政府所有的电动车也变成 所有的这个公用汽车变成电动车 特斯拉一个人卖不过来对吧 特斯拉一个人提供不了 所以他们需要其他的这个电动公司 那最靠近生产第二个电动车的人 到底是谁呢 就是CCIV 所以呢我个人对这个股市呢 感觉非常非常的自信 大家还是不要 不要跟着我 不要跟着我买 不要随着我买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的行动 而且我为什么这样做 所以呢大家如果买这个股票的话 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最近还是可能下跌一点点吧 可能有下下下的一个浮动 不过今天呢是第一天连续 跌三天之后呢 第一天看见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positive 开始的时候涨了6% 然后最后那个下跌 然后跌到了我看那个 跌到这个 跌了1%左右的时候 我是入手了 这个应该是跌到底了吧 有可能会是钱 我如果输钱的话 没事大家可以看着玩 对不对 我也不会输特别多 我不是梭哈 我从来都不会梭哈入手 所以呢我会有一定的保护了 不过我觉得现在的CCIV 是非常便宜 太便宜了便宜都不能再便宜了 Lucid Motors 能不能直接买他们 还有没有上市 所以呢我个人对这个股票 看的是非常好 好 那其他几个 咱们不止说CCIV吧 你要说电动车的话 咱们看看其他的一些电动车公司 首先想跟大家说的就是FSR 那FSR这个公司 相信大家也是听说过吧 那这个公司呢 最也是制作电动车的 那这个FSR 为什么我要是今天提出呢 就是因为他们最近跟苹果签约 说要跟苹果设置电动车 所以呢给大家看看这个FSR Fisker Inc.他们的一个走向 今天呢是往下走了1块钱 4%左右 那我们也看最几天其实是涨了 那为什么涨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跟苹果合并 这个苹果一起合作呢 做电动车这个信息刚刚出来 一下子从这个16块钱左右的价值呢 涨到了最高是23块 现在稍微下降一点点了 所以是另外一个好股市 那他们现在离就是能创造车 是没有太近 他们什么时候能把一个车弄出来 我还不知道 不过呢 苹果大咖支持他们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可能呢 这个是一个long term play 就是说你现在买 你可能好久之后 你可能一年之后 才能看见任何浮动吧 可能看见五年之后 才能长得是非常厉害 赚的是非常多 不过这个是大家可以关注的 这个叫Fisker 就是给大家几个不同的 Electric Vehicle Option 因为我真的个人觉得 Electric Vehicle is the future 是我们的未来 好 油车呢 即将会消失了吧 任何一个公司 如果他们要创造电动车的话 政府会给他们很多税上的信用 光卖这个税上的信用 你就可以挣的比 就是真正卖车挣的是更多 所以他们有很多帮助啊 做起来 所以这些新的公司以后的走向 是非常promising 非常有潜力的 那这是第一个Fisker 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说的 一个就是创造电动车的一个公司 是叫Workhorse 相信大家听说过Workhorse Workhorse这个电动车 跟前面这两个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只是在关注运送车 就是用运货车的 运货的这个Electric Vehicle 这个电动车 所以他们稍微不一样 那今天咱们看这个走向吧 今天涨了3.74% 24.72% 今天哇 看看股市刚刚快要结束之前 从15块钱涨到了18块钱 非常厉害 走的是非常厉害 不过呢 咱们要看看总体这个Workhorse 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啊 总体来说 他们在这个一年之内是 开始呢 是1块左右 然后就开始涨 开始涨 开始涨 哇涨得厉害 一下子涨到40多块钱 现在跌到了18块钱 那这个股 这个股票呢 大家也是不太理解 对不对 所以咱们 稍微给大家看一看 他们创造这个product到底是什么 Workhorse company 来点进他们的网站 看看他们的车 大家看见啊 这个车呢 就是差不多这个概念 好像看不见总体这车 这个照片不好 这个照片不好 来看看这个 这辆车 大家看见了吗 这辆车 这个是Workhorse生产的一些车 所以呢 他们要做的只是运货 而且运货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企业 我认识很多人呢 就是开卡车的 开卡车运货 开卡车运货 一年赚的 钱最低最低 六到七万 开卡车运货 最低最低 六到七万 这你不需要高中教育 你不需要大学教育 对吧 你初中教育 甚至好像都不 你就需要开卡车就行了 光可以开车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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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六七万 所以呢 这些 这些人开车 是消耗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钱 对吧 一年六万到七万美元 给他们这个公司 如果你能把这个程序 变成电动自动的 哇 那你能省多少钱呢 对不对啊 我相信很多公司 都会投资给这样的一个公司 是为什么特斯拉 也是想把这个运货车给弄出来 特斯拉现在那个正在正在看 生产就是运货的一个车 而且特斯拉自己也有一个AI 就是自动驾驶的一个现象 如果你可以把自动驾驶 和这个运货合并为一的话 那很多企业就会一夜间 赚特别特别多的钱 那Workhorse非常不同 因为Workhorse他们不是要做 这个自动驾驶 他们不是自动驾驶 他们是Drone Driving 就是说你不用在这个车里 就可以开这个车 他们可以远程操作这辆车 如果这个能发生的话 也是非常好啊 因为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这些开卡车的人 不过这些人 开卡车精力是消耗的非常多 你每天10个小时 8个小时 14个小时 甚至都在一个卡车里坐着 就这样 10个小时啊 多么累 对不对 我个人就是老是开车 回我老家回到Reno 那我开车是8个小时 我就是开这个路线 开太多次了 我现在已经感觉特别疲劳了 所以呢我开8个小时的时候 下车我都感觉有点晕 有点突突 然后那个胳膊腿啊 酸 后背是也比较疼 开始老化了 哎呀后背疼了 对吧 所以呢如果开卡车的这些人 可以被代替的话 变成自动的一个程序 或者你可以远程开卡车的话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而且这个不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这个也是ARK Investment 他们所做的一个投资 那ARK呢 在这一年是一直买入 WorldCourse这个股票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真正价值 到底是多么大 自动开车 我觉得离咱们现在还是有一段时间 至少有五年吧 我觉得五年之内不能 不能让社会接受 大规模人用自动驾驶 不过远程驾驶呢 对不对啊 如果你能代替这个Driver 或者Bron Driver这个车里 就可以驾驶这个车呢 我觉得这个离我们是更靠近一点点 而且这个股票是非常的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些调查吧 那WorldCourse其实啊 最近呢 涨的没有很多人预测的是那么好 不过很多的投资大咖都买入了 而且我也是明白 为什么他们买入进去了 应该是一个比较聪明的股市 那为什么现在跟大家介绍 这些电动车股市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三天 超级大规模的市场调整股市 股市这个回调 那我们跌了三天 跌的是非常的狠 刚跌完之后呢 就是买入的好机会 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股市 是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呢 那我个人走过很多调查之后 我发现 继续往下跌的理由 应该是还存在的 不过风险是比较大的 不过你如果相信一个公司 在未来在五年十年之后 有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话 那最近这到底跌到多少 其实这个危险不是那么大的 如果你要真正觉得 他们的真实价值是高于现在的价钱 那这个是入手的一个好机会 只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好 那差不多把这个电动车给说完了 咱们说说另外一方面的股 就是我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干净能源股票 就是首先呢咱们看看3W 记得3W在股市跌的最狠的一天呢 在前天的时候跌的是非常的低 我就跟大家建议了 就可以来看看这个股票啊 觉得是好的话可以入手 然后我昨天就看见这个3W呢 一天涨了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啊 那所以这个Sunworks 咱们再看看这个股市吧 有什么样的走向 今天有什么样的走向 今天下降了一块四毛九 下降了百分之九点 九点八六啊 所以你昨天如果买进的话 那你今天还是赚到了 所以呢这个股咱们看看一周的走向 一周走向 所以呢前几天随着股市回调跌到了11块 然后呢之后在昨天就涨到了15块钱左右啊 现在跌回到13块 所以你这块买的时候呢 在我们推荐的时候买的时候呢 就是10 不是推荐呢 没有推荐给大家买什么样的股票 就是提出来的时候呢 买的话你到现在还会赚了很多 那为什么建议这个股呢 再次跟大家就是复习一下 就因为现在呢是干净能源的一个天气 我这样说就是因为拜登他在上台 拜登民主党他们现在的口号就是 保护环境干净能源 对吧他们宁愿宁愿牺牲这么多 在原油还有天然能源 天然能源这方面 天然气能源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对吧上万多个公司 呃这个工作4万到5万的工作可能都消失了 民主党宁愿让这些公司 呃这个工作死掉 也想在干净能源这方面 开始进行投资 开始进行行动啊 希望把美国变成干净能源 zero emission对吧 没有任何污染的一个国家 呃那民主党至少会有下面这四年 会一直干下去 而且有可能下面这八年干下去 那这个期间呢 这些干净能源股票会得到很多政府的一些帮助 更多人会投资 那所以真正的这个呃 公司的价值呢 其实比现在的价值是高出来一点 因为最近的一些啊下跌呢 这个股市是非常的便宜 你看这一个月呢 24块跌到13块钱 所以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远程远程说呢 这个不是最近来赚钱 这个不是下周就可以给你赚钱的 这个是一年两年之后 或者是四年到八年之后呢 会给你赚钱的 呃所以呢 这些干净能源股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而且再说一下啊 啊就像说电动车啊一样 我觉得干净能源 renewable energy 可以就是一用一次又一次 这个energy呢 是我们的未来 原油这个天然气都是都是有限的 而且每次你提炼出这些啊 这些原油或者天然气的话 每次做出碎压的时候 压碎的时候呢 啊你都会伤伤害环境 对吧 让我们后代变得越来越不好 所以逻辑上来说呢 以后使用的能源应该是太阳能 应该是风能源 所以这些股票呢 我相信足够长时间呢 会涨得非常厉害的 所以现在是非常便宜的 很多这个股市专家呢 都是建议要买入 买入 我个人呢 还是要观察一下 我现在呢跟大家就明确说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入手 不过我现在正在考虑一下 因为我需要做出更多的调查 不过长期来说 这个股市应该是非常好的 我可能如果明天再跌一点的话 我可能就入手了 然后第二个建议给大家就是jivo jivo是另外一个干净能源股市啊 那你看jivo呢今天跌到了10块3 那我是这个的时候啊 给大家提出9块2的时候提出这个股 然后涨 然后提完之后呢 昨天涨到了11块钱左右 然后今天呢涨到10块 所以你要在这个买的话 你还是在赚钱 这个股也是一样干净能源 如果政府如果Uncle Sam是你背后的大咖 那你就可以放手去玩吧 我觉得干净能源得到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鼓励 他现在呢跟我当时就觉得航空股是一模一样的 跌的再低 政府可以把他这个纳税钱倒出来 政府的口袋是无限的深 政府可以印钱 对吧 他们不像那个投资公司一样 而钱没了就没了 就就倾家荡产 政府没钱了 收税 印钱 就把钱给拿出来了 所以任何有政府支持的公司呢 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投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不过大家还是做好自己的调查 自己的观察 查这些公司自己到底能不能 succeed 能不能成功 对吧 因为光政府支持你其实是已经足够了 不过不是特别理想 这个公司需要是变得非常好 而且需要有足够的运行 每年需要赚钱 你才能入手 它才能 以后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出色 所以呢太阳能 我个人来说 我相信它是我们未来的重要一部分 特别在下面这四年到八年呢 会变成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呢 即将会给美国创作工作 想想啊 干净能源企业 在过去这几年 是在能源这一区呢 提供最多工作的一个机构 所以政府如果看见 这投资这里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工作 更多的工作等于更多的税 更多的纳税 纳税人 而且呢更多人挣钱更 更多人更挣钱 挣钱挣的越多 也会去花钱 所以呢 逻辑上来说 政府肯定会支持这些干净能源 renewable energy 的这些股市的 所以我个人在这方面感觉比较自信 好 那3W还有Jivo 我们已经说过了啊 好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应该也差不多了啊 在节目最后呢 我推荐一个就是 比较好玩的一个股啊 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好机会的一个股 也是一个就是 出乎意料 突然间有了一个发现 那这个股的名字叫做 Jumia J-U-M-I-A Jumia 什么是Jumia呢 那美国有亚马逊 那中国有阿里巴巴 非洲有Jumia 非洲 为什么说非洲呢 对不对啊 非洲这个国家 这个是不是穷到不能再穷了 为什么要买他的股呢 对不对啊 因为他的一个姿势 还有他这个公司的一个走向 那首先咱们看看今天这个Jumia公司的 公司这个股啊 Jumia 让大家看一下他的照片啊 看着什么样的一个标志 到时候大家买错了 这样的一个标志 Jumia Jumia 这是网络购物的一个机构 好 那今天这个股市呢 下降了11%左右 这一周呢 看起来也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不过有点浮动啊 你要在这块买到45块买的话 你现在还是在赚钱 就是昨天跌完之后呢 又往上走了 走到54块钱 所以现在浮动是比较大 为什么浮动比较大呢 因为这个公司还是比较新的 他在 应该是几年前吧 他在2012年8年 不是8年前 2012以前是9年前了 天哪 2012年 Founded 然后在非洲呢 我们大家知道 非洲某些很多国家 他们的地区是比较贫困的 根本就电脑都买不起 网都上不了 买什么买什么亚马逊 对不对啊 不过呢 非洲有很多国家 是非常有钱的 南非洲超级有钱 跟白人局差不多一模一样 南非洲全是白人啊 大家 南非洲不是黑人 非洲之内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白人居住的 而且呢 其他这个非洲 他们算是developing country developing就是变得越来越好 正在发展 对吧 那非洲现在 很多人都觉得是个dump 是一个 是个垃圾桶 对吧 不过呢 长时间 长时间来说 有足够的时间来说 一个国家 如果现在是发展 而且没有太多 就是质押 没有太多 就是政治上 或者战争什么东西在发生 总有一天 他们会变得比现在更加先进 我们没有办法说非洲十年后会回到就是穿着这个大裤衩啊 在外头拿着这个拿着这个这个长枪来来打猎 不会回到这个地步 肯定不会了 所以以后长时间的一个概念呢 他们肯定会往上涨的 那Drumia 他们现在是唯一在非洲所存在大规模网购的一个机构 所以呢 我在看这个股票的时候呢 我就想起啊 就让我想起当时2000年的阿里巴巴 那因为当时中国在2000年左右呢 还是算是一个developing country 对吧 是2000年之后 在2008年这个到2012年之后呢 中国才是砰的一下 长得哇 飞起来了 飞得超级的 马上就跟美国竞争了 非常厉害的一个走向 那在这个之前呢 阿里巴巴已经存在了 1999年阿里巴巴是创始了 而且他们是成为中国 就是差不多唯一一个 就是唯一一个比较出色的一个网购系统 然后现在你看 长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对不对啊 所以呢 Jumia现在就好比当时的阿里巴巴 我觉得是比较相似的 虽然 非洲现在 还是在发展 不过呢 发展完之后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教授一下这个Jumia company 现在到底怎么 做的是怎么怎么样呢 对不对啊 其实Jumia总体来说 没有再赚太多钱 不过呢 阿里巴巴还有亚马逊 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没赚太多钱了 也是出钱出了很长时间之后 才开始赚钱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非洲亚马逊开始赚钱之前的一个股票价值 46块2毛2 一旦他们开始赚钱 他们开始有profit的时候呢 这个股市会走到 哇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呢 我们不知道 可能会长得像阿里巴巴那样的夸张 根本就不会长得像亚马逊这么夸张 不过它的这个potential是非常大的 因为呢 在过去这几年 他们的earning report 他们总体所赚的钱 其实是比预测当中超出来 一些的超出来很多 而且呢 我们都知道阿里巴巴这些公司 亚马逊这些公司呢 是随着大众的这个意思来走的 更多人知道 你要在亚马逊买东西 那很多人就在亚马逊买东西 当时大家还记着 在美国亚马逊是爆的多么厉害 多么的快 对不对啊 有些人发现亚马逊买东西更加容易 他们就会去买了 那非洲呢 当然你如果发现他们有自己的亚马逊的话 你也会去买他们的 对吧 阿里巴巴也是啊 大家看见阿里巴巴之前呢 应该是他们爆爆起来之前 好像2012年之前左右吧 应该是2012年之前左右 如果要比购买的话 还有还有些人可能在单人节 单人节的时候 就是当光棍节吧 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卖的东西 可能比阿里巴巴还多一点 不过之后呢 刚更多人发现阿里巴巴可以买东西的时候 可以减价的时候 买的是特别容易的时候呢 阿里巴巴就像爆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Drumia呢 是在爆炸之前的一个股 不过当然 大家做出自己的调查之后呢 再看要不要入手 不过这个股呢 是非洲的亚马逊 我如果可以告诉你 在亚马逊赚钱之前 你可以买亚马逊这个股 你会不会买呢 对不对啊 咱们往后看的话 会不会买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会买啊 当然啊 从500多块钱到3000块钱 哇 涨得跟 涨得太厉害了 都没有办法形容了 所以呢 Drumia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关注的一个股 大家做出自己的调查 短时间呢 再说一次啊 他们可能还会下降一点点 不过长期 三年四年之后呢 他们开始赚钱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更多非洲 非洲 特别是非洲人 特别是南非的人 听见阿里巴巴 这个Drumia 之后呢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非洲人很多呀 大家 非洲这一个这个continent 比美国大说的三四倍呢 对吧 比中国大说的好几倍 他们的人口也不少 对吧 也是正在发展一个国家 对吧 你不需要赚很多钱去网络网购 很多美国的特别穷的人 每个月赚1000块钱 2000块钱都不到的人 他们也在亚马逊爆买东西 我觉得越是收入低 你越有可能性 花钱花的是不收手 所以呢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大家来关注一下吧 再再说一下 没有跟大家说 现在马上入手 不入手就完了 对吧 入手之后很可能还在下降 一点点下跌一点点吧 不过大家来关注一下 做出自己的调查 好 然后看看 多谢这个走走 给我们这个夸赞 夸赞就是今天讲过 这个罗杰 这个李分明 多谢这位观众的支持 多谢这个机密话说 有了有句 多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这个走走说 CCIV的车怎么样 有图吗 好咱们来看一看 CCIV这个车的图片是怎么样 这跟大家说 这个叫Lucid Motors CCIV是这个给Lucid Motors 投资的一个公司 他们合并为一了 Lucid Motors 咱们看看他们的跑车 挺帅的 来 咱关注看一下 好 这个照片 看看挺帅 哇 是不是有点像特斯拉 是不是有点爆帅啊 这是Luxury Vehicle 让我想到特斯拉当时的Model S Model S 他们刚刚第一个出来的这个Luxury跑车 Model S出来之后特斯拉就爆了 所以呢 这个让我想到当时特斯拉的一个走向 看起来非常帅 非常sleek 跟特斯拉差不多没有区别 你如果想买一个特斯拉的话 你发现这个车能跑的时间更长 价钱更低的话 你觉得你会买哪个车 你会犹豫一些对不对 你会马上说我要买一个特斯拉 你会考虑考虑 之后你可能再买个特斯拉 不过这个价钱如果低的话 我很可以想象到 很多人就是因为价钱的问题 买Luxury Motor 而且Luxury Motor这个跑车呢 Model S它一次充一次电可以跑400个Mile 这个车充一次电可以跑420-30多个Mile 所以它的电池是非常好 而且Luxury Motor他们的电池这方面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特斯拉老咖 这个大咖 不是老咖 特斯拉的很多大咖 他们都是来Luxury Motor来玩了 苹果也来Luxury Motor来玩了 所以他们的领导人非常厉害 他们的他们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厉害 关系非常重要 而且他们懂得这个Electric Vehicle是什么的走向 而且政府是支持Electric Vehicle 一个大咖 政府即将要把所有政府的车变成Electric Vehicle 太厉害了 对吧 所以我对这个未来呢感觉是非常良好 不过大家还是做好自己的调查之后呢 才买这个股 不过真正的价值 现在Luxury Motor接到20几块钱 我觉得是入手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吧 可能明天还跌 可能后天还跌 不过4年后 我觉得4年之后 我们会看见这个长得非常厉害 对吧 在4年之内我觉得就会长得非常厉害 好 那我看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此为止了 所以感谢所有观众们的收看 大家的支持 谢谢好多观众呢 都是在这个评价 都是在这个做出很多鼓励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那就到此为止了 那明天呢 我们应该继续会做出这个节目 我觉得12点左右呢 是一个非常良好的 就是播出节目的时间吧 所以呢 到时候希望跟大家不见不散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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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